全国人大依法为港区国家安全立法 以期保障香港的长期繁荣稳定和发展利益 港区国安立法决定的通过 使得许多的港独分子如作征战 作为长期在香港破坏的乱港势力 自然不甘心做以待毙 他们又开始密集谋 如何利用控制的各类支援继续的进行破坏 今天我带大家看看几个港独的最后征战 一 李志英为美国战斗到最后一天 叛国乱赶世人班之首李志英 找到英国路透社 通过外媒猛夸特朗普 比其他前任总统对中国强硬 可以带领其他国家反对港区国安法 并直言不讳 如果美国人强硬支持 其他国家会跟随 美国必须带头 他表示会战斗到最后一天 美国有没有决心我不知道 有多大的决心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 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决心有多大 七十年前 他们错误地判断了一次 支持大量的美军善命 之后他们就懂了 看特朗普采取的所谓最强报复 也只是一些没有太大实际影响的措施 仅仅为了保住面子 强行的猴凉赏之而已 香港东方绿报已经分析得很清楚 特朗普的说法是指示官员展开程序 但走程序可以无止境地进行 现在不提制裁细节及时间表 证明了美方对废除香港特别关税区地位 利用余地 利于特朗普的选举工程有关 倘若他败选就连有关程序也会消失 赶美贸易等 美国是较赚钱的一方 废除有关待遇 方案会影响1300间在港的美支公司 必然是双输的局面 相信特朗普不会太快地使用这个最后的筹码 李志英想指挥美国与中国硬碰硬 也不想想自己是什么身份 喊两句口号 美国就会为了你损害自身利益 真是太不致量力了 更打脸的是 其直接指挥的毒苹果 对老板已经失去了信心 现在内部已经人心惶惶 包括中高管理层在内的相当一部分支援 因担心李志英被抓报纸倒闭 已开始适处地发求职信息 更有市民新闻部骨干已经辞职 面对这帮缓缓不可中立的抓扬 香港传媒界也纷纷表态 对于该报明确支持反华 港独的职员将坚决地不于路远 二 黄志芬 美国三招摧毁香港 在得知全国联大通过港区国安法的决定后 港独黄志芬立即地去向美国参议员获利汇报 回来后高调地宣称国安法已经触动美国神经 美国白宫正研究制裁 绝非只闻楼梯下 包括冻结光源职场 针对敏感军民两院科技产品的局部经济制裁 取消独立关税区地位等等 美国将利用这三点摧毁香港以反制中国 黄志芬严兰如美国的代理人 虽然他没有资格参与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 但他必称美国爸爸 作为引蓝路士制造混乱的豪马仔 他在出卖香港利益 换取自己的龙华富贵方面一直不遗余力 黄志芬想用恐吓的方式 煽动一些无法独立思考的感人 希望他们继续地抗争反中乱感 以成全自己谋求好处 那么美国号称的所谓最强硬的制裁措施 能否摧毁香港 我们有请香港特区的官员回答 香港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说 要制裁便制裁 我没有外国国籍和职场 甚至连加拿大都可以不去 以免被人捉 香港官员是为了国家和香港做事 如果有人恐吓和威迫 我已无畏无惧 香港财政师师长陈茂波也表示 港府对于美方可能采取的各种经济制裁措施 已做出了充足的应对准备 香港不会受到严重影响 香港官员没吓住 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好像被吓住了 三十六 美国驻港领事馆被爆出秘密的出售 反应返程 将美国政府持有了七十二年 现为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宿舍的 香港南区寿山春岛37号六栋洋房 秘密的招标出手 市值估计于反应感原 这是心有多虚 才害怕到把返程赶紧的抛售掉 大概是为跑路做准备吧 美国都怕了 王之芬 你还串上串下的折腾个什么呢 看来 你是想要赶去国安法中颠覆国家政权 以及外国和境外势力 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事务 两项罪名加深 才会心满意足吧 上罗冠冲立法会三十五家议席 去年因为乱港有功 被美国奖励赴美留学的罗冠冲 因为美国爆发疫情逃回香港 在香港还不消停 他在节目中煽动 9月的立法会选举 只有民主阵营取得立法会三十五家训 才可以阻挡23条立法 一致是向港府全面的抗衡必不可少的一招 因为只有夺取香港立法会控制权 才能够进一步的破乱香港为美国谋利益 这些港独知道国安立法对他们来说是空前的危机 正如建制派的成员李梓敬在香港电视台节目中指 现在什么人要怕国安法 并直接的点出美国阻止国安法实施 是因为影响了美国的利益 当他点名指出坐在对面的罗冠冲 就需要害怕国安法 因为他勾结外国势力分裂国家时 我们隔着屏幕都能够感受到罗冠冲的恐惧 是陈家居逃往英国的过街署 曾经恬不知耻地叫嚣 一听国歌就想吐 敢读组织学生独立联盟的召集人陈家居 在得知全国人大通过了港区国安法决定后 如落侦塔寝食难安 据知情人士爆料 他已与六月四日搭乘飞机逃往疫情深重的英国 据悉陈家居为了应对英国入境部门盘查 预定了往返机票 以期顺利地入境英国并长期滞留 陈家居还想在英国当地成立一个 类似于香港流氓学生组织的团体 万图继续在国际战线推动港独 同时陈家居安排数名港独分子 与美驻港总领事馆官员见面 祈求美方提供帮助 并不断地游说手足出逃 据称 有四艘搭载港独分子的偷渡船 已驶完台湾 但两艘已失联了 请注意是失联了 五 谭文豪 国安法有助于选民给反对派投票 乱港政党香港公民党立法会议员 谭文豪完成 港区国安法出台意味着 一国两制现在都彻底破产 会对香港民众造成恐慌 原因在于担心该法律被浪用 现在连香港警察都没有信心 接下来 美国将分阶段地制裁香港 就算中央推行港版国安法 依照目前的形式 立法会选举将会有更多的人 愿意给反对派投票 反对派有望实现 三十五加息 美国手里实际上 只有香港独立关税地位这张体牌 现在这张牌已经打出来了 美国已经无牌可打 而且对中国和香港影响都不大 而作为美国提现木偶的乱港派 自然就更加的 如肉锅上的蚂蚁一样着急 于是把所有的筹码 押在了9月份的立法会选举上 希望能够像去年底的区域会选举一样 取得压倒性的议席 为自己争取到偶言残传的事件 头目叫嚣 自然也会带动炮灰跟着叫唤 但是炮灰们在晚上发布通告 要调整策略 不再通过游行 贴标语和拟唱等形式抗争 也不会有预告式的活动旅程 反之被警方查处 而是通过键盘决定 他们的反击赶区公安法 要组建专门频道 对警队活动进行盯哨 反中乱杆势力在内部建立盯哨电报病逃 专门的发布香港便因警察的实施位置 及警队的行动信息 为接下来的乱杆分子的行动提供便利 这就是反击策略 和过去一年里做的事情 有什么不同吗 看着他们已经很满足的样子 觉得自己像做了个大事的样子 我不禁笑了 不过也能理解 智商正常的人 谁会去做约友 不都是被洗脑成 无法独立思考 才会去当炮灰 在街头冲冲冲 中央的决心是坚定不移的 更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看着美国的叫嚣 和港独的郭爪 郭不禁想起了一句古语 青山遮不住 毕竟东流去 相信香港会更美好 中国会更强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